嗨大嫂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嘉义阿里山生理农场的画面 您看到这一片云海 而且目前是艳阳高昼的 天气真的非常好 那么今天呢 如果你要来到嘉义阿里山的话 真的要注意好防晒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小心 午后雷震雨 因为在今天滚午过后呢 这个中部的山区 可能会出现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目前看起来呢 嘉义阿里山目前的温度是26度 那么由于这边也是避暑的胜地 那不仅可以看云海 而且您看到这一片壮丽的茶园 嘉义阿里山的生意农场 很有名的也就是沟山茶了 来这边看日出云海 还可以看到呢 这个茶园以及茶香味 来这边品茶也还蛮不错的哦 不过大家今天关注的重点 还有一个就是肉带性低气压 究竟会不会影响台湾呢 好这个TD09啊 在昨天下午大概是两点的时候 就已经深沉了 那距离呢 恒春半岛大约是1170公里远 因此呢还有一大段距离 目前呢 它的中心位置是在中西沙岛附近 那么一路往西前进 因为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 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也不会侵台 但是要小心的就是 它的外围环流了 我们透过卫星云图 带您看得更清楚了 其实一大片的水汽 真的会为恒春半岛 以及东半部带来水汽哦 那么影响了台湾的这个范围 到底有多少呢 其中包含了像是东南部一带 可能今天一整天会频繁的下起震雨的 而且呢今天呢 石英会有短暂震雨的出现 那么另外各地山区要防的是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而且会从山区一路扩展到平地 包含了云林以南地区 雨势可能会比较大 那么另外不下雨的时候呢 要小心高温延防中暑了 那么礼拜四一直到周秋假期 一样是晴朗炎热 但是有一些小小不同 那么就是呢 随着这个低压带 逐渐的往西移动之后 因为距离台湾比较远了嘛 因此呢 恒春半岛以及台东一带 水气就慢慢减少了 但是还是要留意的是 各地有午后的雷震雨 而且雨可能还蛮大的 会下起倾盆的雨势 那么来看下一张图表告诉您 主要就是这一大片的低压带 也就是呢 这个热带星低气压已经生成了 而且最快会形成今年的 第七号台风木兰 有可能是在今天或是明天这两天 因此您看到这个水气呢 一旦移进台湾 那么就会为东南部地区 带来比较旺盛的水气发展 那么今天呢 全台湾各地的高温 大概是32到35度 但是局部有些地方还会更热 那么包含呢 像是双北市以及呢 宜兰花林跟台东 以及连续好几天 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今天不排除出现37 甚至上看38度的高温 那么紫外线呢 也偏强 今天特别提醒了哪里呢 宜兰跟花莲地区 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来到11 也就是达到危险等级 另外整个西半部 还有里岛地区 今天也都是过量等级的 所以外出请记得 做好防晒的工作了 来看一下亚洲影语图 那么今天主要的天气重点 一样非常的炎热 而且要关注的就是这个 热带星低气压的发展 虽然跟台湾有一大段的距离 但是恒春半岛现在正在飘飘雨 而且像是屏东恒春的满洲地区 时雨量目前是10毫米左右 所以请大家外出也要记得带伞了 那么看一下台湾的云语图 今天主要的水气变化 有没有看到啊 恒春半岛还有台东一带 这边水气会逐渐的上来 另外就是各地的山区 会有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我们从三日雨区图看得更清楚了 江湾的热区包含了台中南投 还有云林以南地区 今天会出现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那明天开始呢 水气慢慢地稍微减少 但是呢 在高平一带还有恒春半岛 一样会是雨多的状态 到礼拜四呢 才会很明显地感受到 这个东南部的水气 真的逐渐减少了 而且变得非常的零星 我们来看一下 北部的温度趋势 那么今天北台湾 高温依旧是35度 但是局部有些地方 可能会来到36度的高温 像是昨天的板桥 就已经飙到了37度以上了 接近快要38度 那么未来这个几个礼拜呢 这几天都会是这样的天气形态 中台湾地区 不下雨的时候 真的又闷又热 但是今天要小心 中部地区 像是南投以及台中地区 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流的发生 那么今天的高温是34度左右 未来这几天 也是34到35度 南台湾地区的观众朋友 真的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 像是高平一带 这个温度有时候会还蛮高的 大概33到34度 但是恒春半岛可就不一样 会是飘飘雨的状态 东台湾地区云量会比较多 那么高温大概是32到33度 以上就是这期气象 再把时间交给晨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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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